香港六四悼念烛光不在两岸三地为台湾能公开纪念 北京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遭血腥镇压事件4日满34周年 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等公民团体晚间在台北自由广场举办纪念活动 港区国安法实施后 维多利亚公园悼念烛光不在 今年取而代之的是提前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活动 台湾如今成为两岸三地唯一能公开纪念六四事件的地方 除此之外 德国与英国及欧盟驻中国使团透过微博接力声援六四 其中德国大使馆率先上传蜡烛熄灭的象征短片 英国大使馆则贴出中共官媒人民日报在1989年6月4日六四事件当日的头版截图 但这些贴文和留言都被中国网管人员删除 六四罹难者家属团体天安门母亲成员4日在当局借户下 前往北京万安公墓祭拜罹难亲人 他们发表记文指出 作为王者亲属 将永远记得当晚的枪声与坦克声和群众的呐喊 永不磨灭的记忆和对亲人的思念 将支撑他们坚持不懈的抗争 南部及花莲金房36度以上高温各地留意午后雷阵雨 中央气象局发布高温资讯 5日中午前后高雄市近山区或河谷为橙色灯号 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 台南市与屏东县近山区或河谷 花莲县纵谷为黄色灯号 预估高温达36度以上 各地天气为多云道晴 但午后因热对流旺盛 会有震雨或雷雨发生 局部地区可能会有较大雨势 未来一周中国中部和南部有滞留风行程 移动缓慢 影响台湾的时间有待观察 台大学生刘嘉宜在港道64 被捕研究生协会声援遇校方协助 根据香港媒体报道 来自香港的台大研究生刘嘉宜 三日与朋友前往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和平哀悼 六四事件 刘嘉宜身着烛光真相上衣 以胶带交叉风口 手持六只白玫瑰与四只红玫瑰 身上贴着进食的白纸 预计晚间六十四分起 绝十八万九千六百四十三点四秒 以悼念六四事件的死难者 却遭香港警方逮捕 理由是做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 台大研究生协会四日 在台北自由广场公开谴责港警 高喊和平哀悼无罪等口号 呼吁台大校方给予协助 台大校方回应 六四事件是世人及各世代 关心的重大历史事件 永远值得警惕 学校宪政与相关单位积极联系中 希望主管机关与各界能给予支援及协助 陆委会呼吁香港当局尊重人民表意自由 对于人民言论等人权自由 应采最大包容 中国军舰在台海逼近美舰 加拿大称持续军舰巡防无畏惧 加拿大媒体环球新闻独家拍摄到 每家军舰执行联合穿越台湾海峡任务期间 一艘中国军舰刻意挑衅 故意已近距离切入美军飞弹驱逐舰 中云号前行的航道 迫使后者减速以避免碰撞 两舰最近相距不到150码 加拿大军方表示 不畏惧中国解放军的步步进逼的举措 基于印太战略所需 加拿大军舰将配合美英盟国全年在印太海域巡防 中国失业统计失真学者估计 一后增5400万失业青年 历经疫情三年 中国青年失业问题广受关注 有学者指出 当前中国失业率统计明显失真 保守估计目前16岁到40岁的青年绝对失业人口 比疫情前增加2500万到3000万人左右 此外 根据北大学者的研究 近三年至少有大约2300万农民工因为失业而返乡 若以其中60%为青年人计算 也有1400万人左右 因此 疫情以来大约共新增了5400万左右青年人失业人口 曼谷同志骄傲游行判前进党上台速落实婚姻平权 6月是全球的同志骄傲月 4日曼谷举行同志骄傲大游行 许多民众走上街头 争取同婚合法化 泰国曾是亚洲第一个有机会通过同婚法律的国家 但2019年 泰国举行2014年政变后首次国会众议院选举 当时已经由内阁送到国会的同性伴侣法案被搁置 选举过后 由于新国会成员上台 所有的法律程序必须重新再走一轮 等于泰国同婚或同性伴侣合法化的进度的重新来过 而2019年到2023年间 同婚相关法案在国会始终无法完成三读程序 今年5月14日泰国再度举行国会众议院选举 主打改革理念的新兴政党前进党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将有望组阁 而前进党的竞选政见之一就是力推同婚合法化 这让婚姻平权人士士气大震 判婚姻平权早日在泰国合法化 印度火车事故下修至275死官员说 照应于电子耗制系统 印度发生20多年来最惨重的铁路事故 日前统计造成288人死亡 当局4日下修死亡人数至275人 并说有些遗体被重复计算 印度铁路部部长魏士纳4日表示 已经找到印度数十年来最严重火车相撞事故的赵英和责任人员 他将原因指向电子耗制连锁系统变更 但未提供进一步细节 文创法修法打击 黄牛律师与公司协力设让票平台管制价格 立法院三读通过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修正案 将一文表演票券以超过票面金额或定价贩售者 按票券章数由主管机关处票面金额或定价10倍至50倍罚还 同时加价转售定义包含上价 因此即使没有成交也会开罚 法界期待新法发挥贺阻作用 也建议仿效日本建制活动主办单位的让票平台 借此管制价格 公司协力压制黄牛 北市动物园门票26年未调整明年非市民 你由60元涨至100元 台北市立动物园门票全票新台币60元与优待票30元 参观教育中心加收20元与优待票10元 游客列车车资5元 自1997年以来不曾调整 原方近期考虑修改票价 其中市民票价维持不便与学生等优待票 你调整为50元与非市民将涨至100元 若获市府及议会支持 将于明年上路 巴黎圣杰曼宣布梅西离队下季可能落脚杀污地 来自阿根廷的梅西两年前离开西班牙甲籍足球联赛 禁旅巴塞隆纳FC Barcelona后 被法国甲籍足球联赛巴黎圣杰曼 Paris Saint-Cherman PSG签下 如今巴黎圣杰曼宣布 梅西在三日本季最后一场比赛后将离队 梅西先前未经许可缺席练球 前往沙乌地阿拉伯旅行担任旅游大使的义务 让他和巴黎圣杰曼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无望与巴黎圣杰曼签下新约 他的下一个落脚处可能会是沙乌地阿拉伯 开箱老照片省立师范学院改制为大学 创立于1922年的台湾总督府台北高等学校 台北高校为台湾省立师范学院的前身 1945年二战结束后 因急切需要培养大量中学师资 政府于1946年创立台湾省立师范学院 成为台湾第一所培育中等学校师资的高等教育机构 1955年6月5日 师院奉准改制为大学 提供教师更多元的进修管道与学习机会 至2022年 台湾师范大学创校达百年 已培育出17万名以上的毕业生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摘要 每日六分钟掌握天下事 中央社早安世界 明天再见